外出戴口罩一定戴紧紧没有问题 但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这样还不够 在家也要把口罩戴好戴满 民众有办法做到吗 似乎有点难执行 虽然在家一样有家人互相感染风险 像是台中协业家庭就造成了11人群聚感染 另外东区也有两例家庭群聚 风源则是四例 长辈带孙子感染都是正在发生的个案 同样提出呼吁的还有台中市长卢秀燕 不过对于民众来说 家里都是自己的人啊 不太可能啦 你搞到最后的话草木皆兵的话 神经没有办法放松了 你连在家里都没有办法放松了 我觉得会有难度 因为在家里会常要吃东西 有人认为难执行 不过也有人赞同侯友宜呼吁 在家里还是会带安全考量 家里还有人睡 我们都互相要带着 在家戴口罩怎么管 警察总不能一一到家查访 虽然利益良善 但是呼吁兴迟 民众大多觉得难以落实 TVBS新闻充成采为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